注意 多人收到这样的快递后 被通知隔离 终极控机性 双十一刚刚结束 大家都买了多少东西 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当下 除了买买买 更料防防防 近日 内蒙古二连浩特 河北晋州等地均发现 全国多省紧急追查设议快递 还有网友因接触设议包裹导致 甚至 据齐鲁晚报消息 11月10日 山东济南的王心连衣是此前收到来自的一件快递 王心立刻翻看自己的购物订单 找到自己的从这家店购物记录 11月4日晚上 王心收到社区的电话 到晚 王心一家三口做完核酸检测 目前 核酸检测 据健康时报报道 近日 湖南长沙的网友因拆了设议快递 并收到当地疾控中心的防疫提示 新吉 晋州 深泽三地的多家快递公司和快递员均表示 目前所在区域的快递业务市 无论收发快递都是停滞状态 环境消毒四个场所 11月4日下午 浙江台州市焦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接焦江邮政管理局通报焦江区 有近周市号会商贸有限公司相关产品网购流入 对此 南京疾控专家提醒 一举快递使养 二 减少与派见人的接触 取完快递迅速离开 三 进门前可先将外包装分类丢到垃圾箱 在上岗前 要根据员工数量分发口罩 手套 消毒器等防疫物品 按照的频率进行发放 分区放置外卖和快递 减少相互污染 中高风险地区 外卖配送和快递从业人员 应当在与顾客协商同意的情况下 尽量采取无接触配送方式 减少人员接触